既然沒有關係 請不要在這裡多管閒事 我偏要管你 我偏要管你 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今日请各位来 除了一读宝刀风采以外 还有一件事情 要向各位宣布 你们听着 从今天开始 再也没有海沙派 神泉门 聚精邦 江南只有一个天鹰教 殷堂中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要归顺天鹰教门下 供天鹰教差遣 你们天鹰教向来夺夺逼人 如今得寸进尺 这样做 你们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就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们誓死不从 对 对 看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白堂主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还有谁敢不服 凡是不加入我天鹰教者 都给我站出来 等一下 张武侠 真巧 你怎么会来这里 毒龙刀和我三师哥的伤有关系 我自然是要查清楚 这把刀是从哪儿来的 这刀 是我从援兵手里抢来的 抢来的 那我再问你 不好了 不好了 发生什么事了 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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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炸了 谁干的 伤 救命 好刀 原来是谢前辈 我天鹰教与你素不相识 为何一上岛便悔传杀人 这刀是我天鹰教的 这刀是你们造的 这把刀是你们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如今落在我谢逊的手里 那就是我的天空地道 我再说一遍 这刀是我天鹰教的 你们二位莫可以饶恕 可那些人不行 委屈二位暂时失踪 了 grl ah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前辈 你把岛上的船都烧了 那些人怎么回去啊 他们留在岛上 自生自灭 干干净净 岂不更好 你真有本事 找了一船又聋又哑的水手 这又何难 我找一船不识字的水手 刺龙他们的耳朵 再给他们灌上哑药 不就好了 回到中途之后 我再刺下他们的眼睛 用车的水手 发生什么事啊 赢姑娘呢 东岛 谢训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庄子的秋水篇中说 天性有您 更没什么神佛参拜的 请回吧 我一不是来喝茶 二不是来拜神 我是来讨人的 天应教 神蛇谈谈主 两招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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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座岛屿之间植被林密 他们很有可能会藏身在那里 你们到底有没有给我找过 少主 这海沙岛 蓬莱岛 我们都找过了 这么多岛屿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什么叫大海捞针 根据当时的风向和水流 这艘船指定往北走 即便是把这海图上 所有的岛屿给我翻个底朝天 你们也要把我妹妹和谢迅 给我找出来 少主 灭绝来了 不说没关系 你们尽管逞强 我徒弟少了一根头发 我就让你们不得好死 给我搜 是 师太大驾光临有诗愿意 我anter还是不及 自己做的 那片尽管 Woo 给你拥有 并去 也吃一股 你碰 今天的 并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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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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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死骨头啊 客户师姐 你们看 这好像是个石门 石门 这个 是 不开了 那怎么办呀 这附近肯定会有机关的 大家找找看 好 门开了 丁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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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没事吧 大师姐太好了 我们总算找到你了 我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 你 你 丁师姐 你 都怪你这个笨蛋 没收好坎位 又没及时回车堵劫 害我们妖人锁 丁师姐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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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就是阴天正 师太 果然是名不虚传 调教了这么一群 视死如归的弟子 幸亏 对 刚才及时制止 否则逃礼者损 师太 情何以堪呢 戾图的确学艺不精 可是责善固执 是每个学武之人应有之义 因教主逆道而行 难免瞧不起他们 还不自己站下来 休要劳烦掌备 展开 阴教主可知道为何我取号灭绝 一个修道之人取了个狠毒的法号 倒真的是内人寻味呀 愿闻其详 灭绝是我对天下苍生许下的承诺 对这些邪魔外道 灭之绝之毫不留情 我天鹰教是正是邪 无需外人判断 师太若真有本事 何不自行查找 那日在王盘山大湖的讯息 今日你指使你的这些弟子 四处窥私 骚扰本教 你这么做 只会自取其辱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看来今日你我一战 在所难免 我阴天正 向来不会欺负女人 我让师太三招 请 狗眼看人低 你自己别后悔才好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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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教授 教授 师父 灭绝师太 看来你我今日很难分出高地 人一景得回 何不就此所办呢 说得也是 我们走 就走 回来 畜生 怎么能干出这种下散烂的事情 卢左人家女弟子囚禁于这济馆 羞辱妇女非英雄所为 爹 是他们一致自扰不休 我才出此下策 你儿子我并未真正羞辱过他们 你荒唐 亦是说被闭关福尔牧 开设这济馆作为分舵 方便收集情报 亦是路人威嚇 把这济馆作为监牢 从今日起解散这济馆 不得你再踏足花街柳巷半步 爹 师兄 你儿子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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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当年 我丢失了本派祖传的一天间 以峨眉的剑法 近日一战必定能够 把那魔头除掉 师父 您的剑法独步天下 其实不一定要有倚天剑 才能发挥作用 弟子不过是略通皮毛 却已经受益匪浅了 要不是你学艺不精 今天怎么会落到 那个魔头的手上呢 小福啊 你给各位师姐说说 以我们峨眉的武功 加上倚天剑 怎么样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师父 师父 弟子当日也只是胡说的 我也不太清楚这其中的奥妙 你只是不想让各位师姐难堪而已 学无前后 打者为先 你这位小师妹 虽然入门最迟 可是悟性最高 你们几个要好好地跟她学习 知道吗 是 是 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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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到伏兵上去 坚持住 五哥 五哥 你没事吧 没事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我们现在虽然离开冰冷的海面 但这茫茫大海 不知道会飘到哪里 看来我们是真的要死了 既然上天 把这块伏兵送给我们 那天意就是让我们活下去 你相信我 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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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岛 真的是个岛 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真的是个岛 我哥 我们不会死了 上了岛 我们就能活下去了 师父 竟然要师父休息 弟子请罪 无心睡眠 何来惊扰呢 师父 心系天下苍生 昨日未能一举消灭天鹰邪教 难免心情郁闷 难以沉眠 师父 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小福啊 你人很聪明 悟性也高 和我当年一样 都是同门之官 我不妨告诉你 你将会是 峨眉派第四代的掌门人 师父 弟子年轻 自立尚浅 何都何能担此重任啊 怎么了 师父 没什么 只是个小老鼠而已 小老鼠 小老鼠 不对 它是最大的 应该是只大老鼠 大师姐 她是不是经常欺负你啊 没有 刚才你大师姐的偷听 我是故意告诉她 让她听见 你将来会是掌门人 让她对你好尊重一点 师父 弟子刚才吓了一跳 我还以为 师父真的要让我当场没人呢 你说什么 峨眉弟子 胸无大志 不思进取 师父 弟子 不是不愿承担 只是害怕 利友不待 有负师父重托 更怕剁了峨眉的威风 这才是极大的罪过 你 你 感觉怎么样 小心了吗 谢谢美 那又发光了吧 你别担心 我在 不会有事的 别紧张 我好痛啊 好像快出来了 你给我出来 如果您再不出来 我杀你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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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坤 我要杀了你全家 素素 素素 我去挡她一下 给你争取点时间 不行 五哥 太危险了 你不能出去 素素 我就是拼死 也要保全你们母子 那 如果 没有如果 无论怎样 你得要活下去 把我们的孩子带大 不 不 五哥 陈坤 陈坤 你跟我出来 谢谢前辈 这里没有陈坤 瞻 瞻 陈坤 你躲过初一躲不了十五 谢前辈 这里没有你的仇家 我是张翠山的 陈坤 今天我要杀了你陈家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戒日 拿命来 五哥 千许住手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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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 成坤 我肯定追死往哪儿跑 我不是成坤 你杀了我一家老乡 我让你卸在卸下 千许住手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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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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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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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前辈学士渊博 不如就请 前辈给这孩子取个名字吧 好 让我想想 我想为这孩子求你一件事 希望你答应 什么事啊 求你收他做义子 让他将来长大以后 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奉养你 有你在 他这一生便不会受欺负了 五哥 你说好不好 好 好啊 好啊 谢前辈如果不嫌弃 就把这孩子收作义子吧 我的孩子被别人摔死了 被摔得血肉模糊 如果他还活着 今天我一十八岁了 我会把毕生的武功都传授给他 绝对不会输给你们武当七下 谢前辈 那你就把他收作义子 咱们就让他改宗 姓谢 真的吗 你们肯让你们的孩子姓谢 我那死去的孩子叫谢武济 如果你喜欢 咱们就把这个孩子叫做谢武济 你们把孩子给了我 那你们自己怎么办 孩子不论 要看见 我少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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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 谢谢前辈 哎 抱抱孩子吧 嗯嗯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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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还给你们吧 别让我这方面口 瞎着孩子 怎么会呢 只要你喜欢 就多抱一会儿 等孩子长大了 还要你带他出去玩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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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前辈 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什么谢前辈后辈的 我倒有个建议 我们三个人 一家亲篮怎么样 您是高人 我们是晚辈 怎么敢高攀您呢 哎 我们都是江湖中人 何必这么迂腐呢 你们可不肯叫我一声大哥 好啊 我先叫你一声大哥 大哥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拜靶子的兄妹 五哥 若是还喊你前辈 那我 不就成了他的前辈吗 就是 既然如此 我就叫你一声 大哥 五弟 大哥 大哥 五妹 孩子饿了 他娘给他喂奶吧 哈哈 啊五弟 哎 我去外面找点柴火啊 把火烧到汪汪的 别让弟妹 还有无尽 冻着了啊 哎哎哎好 我去了啊哎 我去了啊哎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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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天使堂堂主听令 在 本座命你统帅总舵上下 严密不防 连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 以防我爹在疗伤期间受到干扰 若有闪失 唯你是问 是 各谈谈主听令 在 严密兼施灭绝师太 以防他再来寻衅挑逝 是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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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擅闯天鹰教 还在门口立了个帆 说是 说是盼教主死 盼天正在 你是谁 我问你 盼天正在 你 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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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是个人的 你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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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叫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光明左矢 杨肖 多年不见 杨左矢风采依然 一样是目中无人 白眉英王 你身为明教四大护法之一 私自另立教门 知法犯法 你可知罪 自从杨教主失踪之后 教内群龙无首 杨左矢独拦大权 使得教内兄弟 明争暗斗 相互攻减 我阴天正 不想留在教内蹚这趟浑水 何罪之忧 明教有规矩 一日如教终生不得脱离 你可还记得 教规还说 教内的兄弟 不得自相争斗 杨左矢是你 又可曾记得 是 明教多年来纷争不绝 乃至无暇处理英王之事 但现如今局势稍稳 杨某首要之物 就是清理门户 重振明教权备 今日来此 就是请英王 解除天鹰教 重归光明帝 休想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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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站住 站住 师兄 爹 杨潇 我爹早有内伤在身 你威冕 胜之不武吧 你年轻 要么你来 你 杨潇 我们择日再战 英王 念你我兄弟一场 请勿牢记 三日违宪 废除田莹江 否则莫怪杨某手下无情 快刀堂白堂主 曹帮朱帮主 万家宝万夫人 师父 这些全是去年上阿明山 给您败收的前辈们 师父 徐道为什么解不开 一家 一些人 都要不服用 不服用 你 要不服用 你 做法 还不服用 要不服用 你 尤其是 再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阳枭 师太 请 师父 小心有诈 丫头 用诈 有胆量 不愧是一代宗师 看来有这个资格过来跟我同饮一杯了 来 师太 请 死掉了 我应该是一等的 估计 啊 不愧是一等的 啊 好 2 2 2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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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告訴他們 都是因為我 要不是因為我的話 你哪有機會出家呀 還當上了掌門 我可是你的歸人 你需要感謝我 不要 不要 一瓶 要可以 逼她 聖焙 是啥了 呦 呦 江秀 他可是我师父最疼爱的弟子 他要是少了一根头发 我们峨眉上下化为厉鬼 也不会饶了你 呦 艾图啊 想不想让你的艾图 和你的夫君一样的下场啊 你 哪里个死尼姑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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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干什么 遗兰 屠龙刀在白龟兽那儿 白龟兽在黄石坡必试呢 各位朋友 先到先得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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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娘孝 你命还真是大人 这都炸死你 赛克里 要造反了 你只是杨左使 不是杨教主 这造反二字轮不到你讲吧 你身为雷门门主 没有尽忠职守 唆使众教弟子以下犯上 在明教的规矩里死罪 好一个目中无人的杨左使 我问你 本教使们以心想与五星旗 一无散人冲过于好兵士前嫌 可是你呢 你不但无此意 还处处与他们针锋相对 使得我们两帮人 量得结得是越来越深 你暗的是什么信 那是因为他们当年 只顾着个人的利益器 鸣叫而去 我为什么要低声下气地 去求他们过来 也为你怕 我怕什么 你怕你做不了教主 要不是你觊觎这教主之位 许久 为何迟迟不肯推选新的教主 因为你们没有一个有资格 难道你杨潇就有资格了吗 明教之所以四分五裂 你杨潇难辞其咎 为了救你的四生女儿 网顾我们的生死 这笔账你又该怎么算 我大哥上个月惨遭几个门派毒手 你不但不为他讨回公道 还在这个时候公私不分 派出四门精英去救你的女儿 害得他们遭人暗算 元气大伤 我的大哥 一生为了明教上下是鞠躬尽瘁 到头来换来的什么 所以我今天就要为了明教 除了你这个祸害 就凭你们这帮丢人的东西 杨潇 论武功我自知比不过你 所以在你喝的酒里 我下了西欲断魂伞 杨潇想不到也有向我下跪的一天吧 杨潇想不到也有向我下跪的一天吧 来 杨潇 杀 杀 杨潇 快 我的细雨断魂散居然能被你逼退了 我赛克里几日命该如此 你领着众教徒造反 本就是死罪 但我念你心在明教 所作一切皆为了重振明教名声 我姑且饶你一命 燕儿是江波维的女儿 你也许不知道 江波维夫妇曾经与你大哥介意 他们是我派到其他门派的密室 他们根本没有叛交 就在一个月前 他们身份败落 被人追杀 可能他们走投无路了 才去找你大哥想坦诚一切 并求你大哥把燕儿藏好 结果最后三人统统遭人毒手 还有燕儿 江家唯一血脉 我杨潇定当亲尽全力 保护燕儿一生平安 但是你大哥报仇之事 我早已有了周全的部署 也不会因为你这次的背叛 而取消计划 我错过杨舵时了 属下罪该万死 我等罪该万死 都回光明顶吧 我们也回家了 我们也回家了 走 燕儿乖不怕 有我在呢 你怕什么 你看我刚刚 一下就把他们打倒了 对不对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外婆已经接到消息了 马上就会来接你 把你接去你娘的故乡 然后你就会在那儿 永远地生活 远离这个邪恶的江湖 你不怕 我能明白 我不怕 你不怕 他得了 我 你不怕 你不怕 杨湘 杨湘 你睡了吗 杨湘 杨湘 你 你怎么了 刚刚的细雨断浑散 来 这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你不是已经把毒逼出体外了 怎么现在又 你 你没事吧 我一会儿就好 没事 来 动手吧 我以为你都忘了 我也差点忘了 你用我争血熟土 这是你唯一能杀我的机会 动手吧 不然你会后悔的 闭嘴 我要杀了你 为我大石波报仇 这把龙泉剑 曾经是事先礼拜之物 能死在这把剑下 也不枉刺手 来吧 痛快点 大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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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报告师父 弟子连日来上穷必落下黄泉 还是找不到谢迅的下落 事隔多日恐怕很难侦察 那就是你们办事不力 你们都听着 只有集齐了屠龙刀和乙天剑 这两件宝物 峨眉派才能领袖群雄 匡扶汉室 完成祖师的遗愿 峨眉的精神 就是迎难而上 为了四海苍生 粉身碎骨 万死不辞 粉身碎骨 万死不辞 万死不辞 颜儿乖回了自己家之后 一定要好好听外婆的话 知道吗 亚阿尔 来 我们走啊 燕儿已经被她外婆接走了 好 银票我也交给她外婆了 辛苦 为什么你不一起来道别呢 因为我不喜欢道别 你的伤好点了吗 多亏你的帮助好多了 再加上这两天 我自己用真气和内力 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是这个腿可能还有点乏力 不过不碍事 那就好 我去做点东西吃 那天你为什么不杀我 好吧 谢谢 我不知道 为什么师父会说你危害无理 我都说了 你师父和我是因为你的大师伯孤红子 你跟我师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非要杀他不可能 当年 你大师伯孤红子 非要跟我相约比武 我实在受够了就硬仗了 结果他就向他的师妹 也就是现在你的师父 见了倚天剑 可能他在你们眼里武功高强 但是跟我比真的差得太阳了 倚天剑还没出窍呢 就已经败了 怎么打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了他 我 没杀他 是他自己输不起 在回峨眉的路上自己气死了 但是你师父认定是我杀了孤公子 还丢了倚天剑 他对我恨之入骨 我能理解 我不怪他 倚天剑是你拿走的 倚天剑在我杨霄眼里 就是一个破铜烂铁 后来蒙古人 蒙古人给他抢走了 不是从我这儿啊 要是我能替我师父 夺回倚天剑的话 我就真的死而无憾了 小福 倚天剑 对你真的很重要吗 当然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师父解释清楚呢 我师父他是讲道理的人 只要你好好跟他说 他可能会原谅你的 你师父 我都说了你不了解你师父 就因为你总是这样目空一切 又无事于人 所以你才会这么容易跟人结怨呢 要是你继续这么自负 又不屑辩白的话 你终其一生 都会不断被这个追杀 不断被那个追杀 就算你躲得过今天 也未必躲得过下次 你 你真的不怕死吗 在我们名教啊 有一句经文 叫生亦何欢 死亦何苦 喜乐悲愁 皆归尘土 人生下来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死又何君 难道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任何 让你留恋的东西吗 求之不得 辗转反侧 应是唯一 以前是酒 现在是 人 是你 你 你别开玩笑了 你 你 你 去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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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腿 脱你的服 好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装病 我不装 你怎么能留下来照顾我 幼稚 你要去哪儿 为什么要收拾行李 燕儿已经跟外婆走了 我也该回峨眉了 不行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燕儿跟外婆走之后 我要去哪里 你都不会阻拦我 你 你不能这样出尔反尔 我改变主意了 杨潇 我没有办法送你回峨眉 那样等于让你去送死 傻丫头 江湖 称我为一个大魔头 你被一个大魔头拐走了 一个多月 毫发无损 活着回去了 你的师父 和你的同门怎么看你 你想过吗 不说峨眉上下 乃至整个武林 又有谁能认为你是清白的 你告诉我 你师父 对我恨之入骨 但凡他认为你我之间有点什么 他会怎么办 他会要了你的命 我不能送你去死 不会的 只要我好好跟我师父解释 他一定会相信我的 至于其他人 他们要怎么想我也没办法 我只求问心无愧便是 跟我回光明顶 做我的妻子 好吗 你说什么 我杨肖一生 从未对任何一个女人动心过 你季孝芳是唯一一个 做我的妻子 我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 相信 你死了这条心吗 我与武当的殷六侠 早有婚约在线 我喜欢的是他 殷六侠 这么长时间 我头一次从你嘴中 听出殷六侠这几个词 我刚把你拐来的时候 你想过来救你的人是他吗 你想的是你的师父 我们被雷门门主追杀的时候 你想的又是谁 殷六侠吗 不是 你跟他见过几次面了 你凭什么就把自己一生续赔给他呢 我 当我身手剧毒的时候 在那个房间奄奄一息晕倒在地 我第一时间满脑子 想的都是你 甚至不信你拿一件刺死我 产生的刺死我 够了 这叫喜欢 那你凭什么会觉得 我就会喜欢你 请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回答我 你不喜欢我吗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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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未给任何一个女人归过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愿意照顾你一生 给你幸福 若非死别 绝不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要你答应我 我走了之后 你不准再来找我 更不准 来打探我的消息 好 晓芙 你别忘了 你答应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